你晚上留下了80%的能量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用脑袋去处理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消化 然后结果会导致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 你貌似睡着了 然后还在梦里头 这个有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 它是就这样的 我听上说就是处理就像扫尘 说你在晚上 你就像你在扫你的这个大脑里的这个尘 就是扫地 对 或者说你在清理它的时候 这个你扫地不是就会有一些沉烟泛起吗 这里边就是一些残存的信号 那这种就是所谓这种讨好性人格 或者咱们说一个更极端的吧 比如说古代的皇宫里的太监 那他的梦里会是什么 照道理来讲 他们就应该就是极大的可能性 是充满攻击性的 是吗 因为他又是个奴才 他又没有 他就完全被压抑了 对完全被压抑 是吗 你可以做这么个推理 我问个题外话 当然我这个时候对这样来讲 就是心理试询有这么一个假设 包括刚才那个文章 你讲的一个很对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不能够瞎猜 我哪怕这作为专家 就是甚至经验无比深刻 甚至证明我这个猜得还挺经常还挺准的 但是我们仍然得有一个假设 就是当事人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对啊 那么当事人知道答案是什么 就是这时候经济上使用的一个 比方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之中 它就有一个叫自由联想 就是这个自由联想 其实就是 什么是自由联想 你有一个重要的感受 对 那么这个比方说你有个梦境 你梦见一条蛇 那么这个蛇先就是你去 就是感知它 就是观察它 变得栩栩如生 在你的这个描述之中 那么这条蛇 它让你想到什么 又让你想到什么 这就叫自由联想 说起来就这么简单 但是每个人联想的 可能都带指不同的问题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吧 对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知道 当那个答案对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 答案是对的 所以它和科学主义不一样 就是科学路线 通过物理性的手段 通过这个客观的方法 能够侦测说 哎 这是 这是答案 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的主观世界 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 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用这个纯科学的手段 去研究梦 研究梦境 就是或者研究我们的内心 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 就存在这个问题 你找不到那个 就是 就是可以简单测量的 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就说 啪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时候 就成了这个部分 就是这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假设 当然不是所有的心理咨询 都这么认为 就是我们自己知道 那个答案是什么 所以你可能 就是有十个答案 就是当那个答案出来了 你说啪一下 你感觉这个东西比 这个心理的结 对对 打开了 就是说 它是否是个标准答案 或者说是否是某个医生 告诉他说 你其实应该是这么想的 这些都不重要 对对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发现自己 对你自己知道 然后你自己 或许也不用告诉别人 你自己知道 你分明知道 你哪一个点触发了 你某一个东西 这个思考的过程 是个疗愈的过程 就是至少是这个 找到答案的过程 找到答案带有一定的疗愈性 但也未必起到疗愈的结果 这个最近呢 我又看这个马斯洛 咱们大学的时候 就在说马斯洛 五个需要层次 什么这个最低的 先吃饱了喝毒了 然后就会产生安全感的需要 然后是爱和尊重的需要 然后最后是 做实现的需要 我觉得我们没有 很认真的看 这个马斯洛的心理学 马斯洛他 他讲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说90%的心理学 都在研究的是消极面 病 就是说你为什么焦虑 恐惧 愤怒 失控 然后呢 包括就说 90%的这个睡眠研究 就研究 你怎么睡不着 你在想什么事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 用同样的经历 去研究正向的心理学呢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那些个心态正常的人 然后我们为什么 不研究人性当中的慈悲 友爱 亲情 父爱 母爱 我为什么不研究 甚至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研究 那些成功人士呢 我们为什么都研究 那些个生活当中的 好像是失败者 挫折者 他说 在这个正面人物身上 正面人物身上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 更多心理学的启发 就是说 那好的是什么 你不要老说 坏的是什么 然后咱们对症下药 那好的 能够睡的 那一瞻瞻的就着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甚至有医生建议 你应该多跟这样的人 交朋友 他可能 他性格当中的 很多东西会 敢跟我交朋友 这个未必 这个未必 你和这样的相处 可能你睡得更糟糕 对比 自财行贿 不不不 这也有 他无法理解你的痛苦 因为这样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痛快 你可能和他在一起 他的攻击性爆棚 就是 你经常要 这算是吗 是吗 别这么想了 你别说 六哥 就是这样简单的事 我的体会 倒不是说 会使我更睡不着 我喜欢 我确实喜欢 交往这样的朋友 有些时候 一说 我记得我们原来 有个老总 老爷说 还是煽动口音 多大个事 我一听他说 多大个事 我顿时就觉得 好像确实没什么 不过刚才你说到 马斯洛所说的 睡眠也好 或者梦的正向作用 我忽然想起 为什么刚才老娘插嘴 我读过一本书 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 你看他都是 反方的人了 他说过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说 在德国 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 是那些睡着了的人 就是说梦 其实对于一个 处在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 梦是具有巨大的 疗愈自我 因为它是自由的 它是唯一不受控的 对对对 不受监视的 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啊 梦是自由 梦是自由的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 你比如说我很少 我经常会看别人 比如朋友圈里说 我昨天做了个梦 我往往会滑下去 我不会看 因为我知道 我无法共情那个梦 他如果说 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 我是很感兴趣的 我觉得梦其实就是说 你只能 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唯一不能分享的东西 因为梦拿语言说出来 都是不准确的 对 所以呢 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 你自己能识别它 然后 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对自己的了解 甚至是某种自由 也是某种秘密 或者是 也难以言传的东西 讲到这我也得说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得再讲 在弗里德出现之前 谁对梦这么感兴趣 谁能够像弗里德这样 就是把梦解到这个地步 所以就是我们 我一方面的说 我们确实是通过 自由联想的方式 就是或者根本上 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 是自己的解梦师 而这个答案在自己内心之中 但你看 在弗里德出现之前 大家就觉得梦 是神明难以理解的 而中共解梦 都和命运连到一起 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 什么的 但实际上你看这不一样 到了弗里德这 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 你也没法去讲弗里德 这个解梦的这个方式 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到了这儿 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 我有个好奇 但怎么来证明 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呢 因为梦是无法证伪的 因为我们自己会知道的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会 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梦会有预兆性 对 是吧 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 他解释了 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 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 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 对 梦能让你看到过去 他说所谓的预兆事实上是 回忆 欲望和期待 这三样东西 这个比较吻合我的梦 我跟你说 所有对梦的这个过分超能力的想象 我觉得是没有实证的 他其实是个反观 是往回看 对 可是呢 我觉得 他对我们非常有意义 甭管他在生理上 客观上起到了 是不是脑脊叶要冲走那个嘎 是吧 那个都无所谓 嘎他 对吧 甭管那嘎他还是嘎他 但是呢 对我们来讲是嘎他 我就说什么呢 我说对我们来讲呢 他为什么特别有意义 你刚才讲的啊 就是你看我有 他把一些感觉啊 串联起来 因为我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里 那个我曾经讲过 就是说 我的母亲这个中风 中风之后 他就不能就就不能说话了 那当时呢 我在黄山脚下 那等于说呢 他到医院 没几天就失去知觉了 那他只是在电话里 给我说了一个话 就大概就要问他 我没事 就很无力 那就等于说 是我母亲 最后一句 我听到他的声音 当时我有一个特别的印象 到今天都记得 就是因为他特虚弱 所以你就会觉得 他这个声音特别弱 但是又特别温柔 特别的温柔 又无力 你知道吗 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后来呢 也涉及到给他找医院 什么这些问题 然后呢 前些日子 我就做了一个梦 好像就是梦见呢 我妈妈这个这个重病了 然后呢 我就抱着他 我就记得 我是这么抱着 我这么抱着他 这么抱着他 他这个头啊 就在这儿 他的头就在这儿 那因为那种无力 他的头就是这样 就这样 哎呀 就是软软的在梦里啊 就靠着 当时我就在抱着他 在两个医院的楼梯中间 好像是在跟我哥哥和弟弟 在商量 哎呀 那个医院没有停车场了 他说那个医院 这个医生什么不接诊了 大概就是在梦里就交集 我就站在当家 然后呢 我妈妈没有出声啊 但是我就记得 他这个这个这个头啊 非常无力的 又很温柔的 在我的 就随着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这样这样 这让我就是 他听到 当时听到 他声音就是这个感觉 但是在梦里 他是以一种 他的那个柔软无力的脸 以触觉 和他的发丝 对对对 就是跟我那个声音的 那个感觉是一致的 我就说梦啊 让我们 怎么说呢 刻印了 或者说让自己 重新认知了 哎呀 这个梦醒过来之后 我就又想起 就是我母亲最后跟我说的这个 这个话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看在梦里 他是一种 我抱着他跑啊 他就头去 就一个像昏迷的人 但是就那个发丝又又浮过 就这个触感 就你把那个 和那个听觉的那个 是完全 我在梦里知道 是完全一致的 我会觉得梦里的那个感受 之深 或者是 就是那种 我就感觉好像人 可能你在现实世界里 还是不是虚伪的一个壳啊 还是你就是有表皮的 可是在梦里的那个感觉 触觉或者所有的通感 加起来的感觉 就是去除了表皮 对 我感觉是直接 裸露了 裸露了 你认识了你自己的心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其实跟父母之间 都没有太多的情感交流 对 都是那种 但是你看 也是我只有在梦里 我梦见我父亲 我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话 甚至那种感觉 特别丰沛 特别饱满 但是我在现实生活中 我父亲即使活着 我相信也不会跟他 有那么多表达 梦里头 就是真的特别痛苦的时候 我会醒来 会觉得心脏疼 是真实的疼 不是 不是某种比喻 那咱们三个病人 那你先做个心电图先 真的吗 我会偶尔 但是我会经常是 比如说下午睡觉 睡过了 那个是梦魇 不是 比如睡过头了 一直睡到傍晚 有时候起来 就会觉得特别绝望 就跟你讲的 还不是梦魇 其实就是讲到 你睡的时候 不能太长 这是跟睡眠的 这是个睡眠的科学 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为睡眠 就是它 一个完整的睡眠 它需要 就是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它走完这么一个部分 而且就是 它要再重新 从前入身 然后再这样出来 它需要时间 你可能得 比方两三个小时 你才能够完成 这么一个部分 就是或者是 都说四十五分钟 大概达到一个 什么状态 如果你睡得很久 结果会导致 就是你 貌似近的身 比较深了 但是你又睡得不完整 所以那个时候 你进入一个 特别难受的状态 但是在晚上我们不要睡 至少五六个小时 甚至七八个小时 甚至十个小时 你整个的让这个睡眠 是一个完整的状态 大小周天 醒来是傍晚 是最绝望的状态 对 这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 咱们三个病人 都是同样的状态 有这个感觉 醒来的时候是傍晚 好像有点 会觉得内心特别灰暗 对 我就是 这个跟生物中 下午三点以后 我就绝不敢 让自己 就再困都不敢睡觉 你都躲避这种睡眠 我会躲避 就是下午三点以后 因为我知道 醒来是傍晚 那就是 就是一种莫名的绝望 就你一抬头 因为你睡的时候 天还是亮的 你一抬头 这醒来的时候 就是 就是华灯出上了 不是你平常看到 傍晚的那个感觉 那个安稳的感觉 他这个人的状态啊 他就是跟体温有关系 比如说你睡得好了 你发现你睡不着 你的身体就原来 始终是热的 你睡醒了 睡好了 身体就凉了 然后呢 有个体温变化的规律 就比如大多数人 从早上起来 看见天光 那体温开始上升 上升上升 然后呢 这个到午后 又开始有点往下降 然后大概到傍晚 据说是傍晚六点左右 又有一次这个上升 然后就逐渐又 体温又有点下降 这一天里 要是年轻的健康人 大概幅度在1.5度 体温1.5度的这个变化 你状态好的时候 就是 就是起来的时候 是吧 所以他们就要 短睡午觉 也是 有道理的 我还有个感觉 就是 我要知道 那个黑暗 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 你看到那个天 你每天都能知道 那个天光 渐渐暗下来 我觉得生理上 是有感受的 但是睡 下午三点以后 如果你睡起来 天已经黑了 我就觉得 那个黑暗是在我 它是偷偷进来的 它没打招呼 就来了 我就会有一种 巨大的被压破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体 是最复杂的 这个宇宙 对吧 我觉得它 最复杂的地方 在于它是能动的 对 没法把人弄死了 研究 就是当你搞清楚的时候 你解剖它 对 解剖它是死的 对 但是它活的时候 就这个能动性啊 我觉得 所以心理学 可以大广阔天地 所以说心理学 也有一个巨大的矛盾 在那 你看就是 心理学研究人的 主观世界 主观世界 也不能用 客观世界的 那一套逻辑去研究 但结果它导致一个 就是很难被 就是标准化 很难被量化的 这么一个部分 对 你比如说标准 我跟你说 我都有这个 我都有这个数据了 小超又来了 你看啊 临近正午或傍晚 人的状态最敏捷和活跃 无论前夜失眠与否 你的思维还是会随着体温上升 更敏捷 听起来 全是在自我宽慰 他就小超完了以后 他都提起了 他都提起了 腰杆都硬了 没错 没错 你要失眠的人 我个人的体会 不能做为什么 就是说 你要告诉自己 没事 你少吃顿饭 你饿呗 但你为什么 没有这个焦虑呢 对吧 你少睡顿觉 你干嘛 那么当回事呢 就我 我有些 有几个特别严重的来访 他们就有这个 就是严重的睡眠问题 他们有这么一种逻辑 他们觉得自己 白天状态不好 就是因为晚上睡不好 比方说白天 一般世界两个 工作状态不好 再一个就是 人际关系就是 处不好 他觉得自己是因为 晚上严重的 没有睡好 所以他们一直 存在这么一个逻辑 如果晚上睡好了 第二天就有个好状态 就可以好生活 好工作 结果 我自己就都能 开出俩药方来 一个药方叫 用早起醋早睡 就是你必须 早上早起 你说比如 早上六点钟起 你看你第二天 还睡得完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认为就像小孩一样 我带小孩就是 你白天不耗他 他晚上就耗你 对 我觉得就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你白天得耗 所以他们的逻辑是反的 对啊 其实当他们偶尔 有一天睡好了 结果发现 第二天还是工作不好 然后接着下一个晚上 就睡不好了 所以后来那时候 我们总结说 这个逻辑应该是反过来 对 你得把你的能量 给使出来 对 把劲儿使出来 这样你晚上 肯定是不要 怎么使呢 就是攻击性 释放你的攻击性 像攻击谁呢 白天被老板骂了 吴老师 白天被老板骂了 晚上攻击谁呢 你觉得说完了 我们都躲着他走 攻击性是一个 那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我们一般 把他理解为要打人 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 勤奋的人 基本上不失眠 也不会 你不能那么说 很多人是勤奋失眠的 对 非常勤奋的在失眠 你这种不失眠的人 就不要替失眠的人 总结 他一战战的就着 比方不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 但你看在你这又不适用 就是假如你今天 这个节目做得很好 你觉得今天该说的话 都说了 该有一种圆满感 然后到了晚上 你可能倒头就睡了 也不会 但你看你又不会 是吧 但一般的道理来讲是 你白天把自己的劲 都使出去了 然后到了晚上 你就可以 就睡得很好 就 但是失眠的人 大部分都是说 我很累呀 我很累 就是我觉得我劲 已经精疲力尽了 但就是睡不着 但是那个劲是 困而睡不着 那个劲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思考 在使劲 就是你在思考上 你相当于这样的 你想表达攻击性 你把它压住了 然后思维 你压在这 你就觉得难受 你想多一点 结果思维和体验 或者你说思维和攻击 构成了这么一个过程 如果你使劲的时候 你发现 你是比较顺的 然后你就这么 当然你看 讲到这儿我的时候 我也不是这种人 你是失眠的 对 反正我是不敢说话 因为我 因为我没有这个体验 其实这事 我现在想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预值啊 是你真到了需要 专业医生帮助的时候 或者专业的心理师 那您就去看病 对吧 但是呢 就我身边的 从十几岁的到七十岁的 朋友们 好像现在说 谁十二点以前睡 那都是不现实的吧 有一部分人 是确实工作和压力 有刚性的压力 客观的 对吧 但是更多的人 您觉不觉得 他舍不得睡 对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广告 你想睡眠好吗 把你手里的手机 换成书就好了 这是 以前我没有这个习惯的时候 除了看书 比如睡前 做什么事 是不是都需要 哪怕睡前妈妈 给你讲个故事 是吧 对 你可能都要比这个累 我现在有个时机判断 就是睡前看书 如果看到那个几行字 反复的看 看了二十分钟 还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 对 就是看到这 又往前爬一下 对 往前爬一下的时候 对 小南你说 你梦见的东西 跟你睡前看的东西 有关系吗 这样 我觉得没有马上的关系 转化成一个恶趣味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特别喜欢一个姑娘 我跟她相爱 我抱着她睡着了 我在梦就还会梦见她吗 一般来讲不会 我觉得不会马上 所以这个是不是 刚才您的问题 在美国的军队里的心理医生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晚上一个人梦见的内容 和白天 比方是战争期间 直接相关 甚至都很像 这个人他已经出现了创伤了 就需要让他离开战场 因为我们讲到 虽然我们的思维有很多问题 但是思维有一个巨大的保护功能 还有一个平病 白天信息冲击太严重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得知道 我们的心是有限的 我们得通过大脑的防御 截着自欺欺人 把很多信息筛掉 然后就允许一些 和您类型比较相符的信息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 难怪陈小南老师说 你看他生活中最重要的肯定是他女儿 但是他从来没有梦见他女儿 很少梦见孩子 很奇怪啊 这孩子在身边 这是不是就用您那个可以解释 他这个可能 可能有一天他不在你身边 也有可能 就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我还有个好奇的问题 你们的梦有颜色吗 有人说过梦是没有颜色的 对我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我就只记得过一次 我小时候有一次我梦到 在路边金色的大花 我就特别印象深是金色的 那个就是特别幸福 我在梦里自己都说 我好幸福啊 我此刻就我梦里 经常能生出另一个自己 知道我在做梦 是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感觉 车在前面荡漾 就是然后路边是大朵大朵的花 金色的和红色的 好奇怪就是那一次 因为我是色盲 所以我正常会有颜色的梦 我现在是回忆不起来 我的梦的颜色 你的梦是没有颜色的 就是我说不出来 意识不到 我意识不到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通感 就像我也无法用语言 来形容我的梦 它是一团感觉 但你让我回忆 我甚至回忆不起来 它有梦 有颜色没颜色 只有这一次 我有意识它有颜色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因为我的梦极其丰富色彩 而且我常做这么一种梦 这个梦也是很经典的 我花了多年才 逐渐地把它解开一些 因为我是摄影爱好者 就是重度发烧友 结果我经常做一种梦 做了至少五六百次了吧 梦见无比 就是规律辉煌的风景 那个色彩 现实中根本就达不到 然后这时候 我觉得太震撼了 就是我就拿出相机来 结果不是相机坏了 就是镜头坏了 就是拍不下来 然后这五六百次梦里头 只有两三次 就是把它拍下来了 但是只有一次是完整的 就是所见即所得 然后就是把它拍下来了 那你像我们那个号 拨不出去一样 这是属于你打不着人 可能跟颜色无关 而因为你关心那个摄影本身 我梦到那个金色的大花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感觉 我就觉得是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你比方说 有各种各样的穷凶极恶的犯人 这些犯人只要和人在一起 你怎么惩罚他 跟他都不害怕 但是你把他关在角色屋里 然后把他身体给控制住 然后对他们来讲 这是最恐怖的体验 你看这也是 就是你可以说 因为他进入全然的黑暗 其实我们对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睡眠好 一个重要的部分是 我们不能够进入全然的黑暗 就是因为我们最好 让自己的意识 让自己思维全停下来 这时候你才能够 酣畅的淋漓这样去睡觉 我觉得我身边那些 没有就我觉得超不过五个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极好 就是他们这辈子就是 每天就是都像是享受一样 活得痛快淋漓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是白天活得很精彩 晚上就可以憨然的死去 第一天醒过来 继续就是这么淋漓尽致的活着 然后晚上 那我们好惨呢 我们是说梦里很精彩的 属于白天比较无聊 或者是白天有未达成 未达成的愿望 你这叫什么 梦里不知身是客呀 一赏瘫欢 你就像他的这个梦 对吧 像什么 连外雨缠缠 什么春雨蓝山 罗亲不耐武更寒 对 是吧 然后你看他失了国 他失了国了 然后呢 这个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赏 你想他在梦里做的什么梦 他在梦里做的就是他那个 原来在他的 我把这个再用一个正能量的 这个给 就是正向的情绪的 我记得帕斯卡尔的有一个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农夫 他连续12个晚上 像光速似的 你会知道 我下一个念头 那像他这样的 如果没有这个时间 那豈不是很可惜啊 就所以我们说梦有自我安慰性 和这个创造性 它这个创造性的部分就很强 其实这时候我们就问一下 为什么要睡觉 为什么这个梦又具备 当有创造性出来的时候 具备这么不可思议的力量 为什么这个 其实就是说思维是有限的 思维极其的有限 甚至极其的狭窄 我们不要觉得这个自己的脑袋 多么了不起 这个潜意识无比的宽广 而且它可能是根本性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梦也好 潜意识也好 它是通往存在 通往那个中国时候的道 当我们能够和那个道合一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是最新的字样 那是回家 潜意识是一个 我们还不太了解的 一个属于自己 但又很陌生的大的世界 这是我会这样来理解 有一个人格理论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人格分三层 表面叫做保护层 其实就是我们的脑袋 接着一层叫做痛苦层 其实又是感受层 你和痛苦和感受直接连在一起 然后最深的一个叫做真我层 我们需要进入的真我层 进入真我层 你会感觉到彻底的安全 防御层今天是防御 和谈什么创造 当你有创造的时候 其实都是和真我相连 但是当你进入真我的时候 需要经过那个痛苦层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痛苦 我们就不想进入到自己的体验 不敢见到真我 对 我们就拼命地让自己脑袋不停 其实停不下来 但结果脑袋停下来之后 其实你进入的是感受 进入的是真我层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梦睡眠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意识停下来 我更相信这个最基本的假设 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是 因为有了痛苦的体验 所以我们需要制造 意识和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当有意识潜意识的分裂之后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 我们需要用各种各种方式 进入的潜意识 但是假如你作为一个人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 和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最终你发现 这个为所欲为 没有和反社会什么联系在一起 你发现这个想干嘛干嘛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爽 还把周围就是制造了